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点 叫做榴年的特质 榴年这个位置 其实是在八字里面最不稳定的 我们都知道八字的排列组合 为本命 大运 还有一个榴年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 榴年他会受几个地方的影响 大运来影响他 本命也可以来影响他 还有一个榴月 这三个位置都可以影响他 所以榴年他同时会有三个因素 会让他不好 反观大运他其实有可能是榴年来影响他 本命来影响他 那榴月只有在榴年不在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去影响大运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 大运他的一个稳定性会比榴年要好 所以榴年 他就会让你产生一种现象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用神怎么好像很差 祭神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好 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榴年本身不稳定 所以 他并不是 整年度都是在的 他是会消失的 而消失的时间点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和克定级凶 所以 假如榴年本身是好的 在和克定级凶的时候 他会变差 假如榴年本身是坏 在和克定级凶的时候 他反而会变好 因为这时候榴年 他是消失的一个情况 所以不管榴年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都会给你讲一件事 榴年本是凶 榴年为什么要看凶 因为好 他可能就只有好一阵子 可是坏一旦爆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坏可以直接把好 全部都收拾掉 所以榴年可能好的指标性没有那么强 可是在坏的这一部分 他可以相当的精准 所以你在学八字 可以什么都不用学 但是你一定要去注意 你今年榴年走什么运 你就要注意什么运 而就是用和克定级凶来长出 那个特别要注意的月份 所以各位你了解的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榴年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因为榴年他是动态的 所以他不稳定 而且他还会告状 不是他死掉了他就算 他还要带走一堆 所以当榴年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一连串不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榴年本身 就有这一种两大的特色 不稳定 然后 要使大家一起使的这种情况 所以榴年本身 我们都不会把他当作用神 而是寄神来看 然后注意何时会发凶 几个月注意 小心 不要发凶 过了就比较没有那么危险 所以各位 从这边你就会知道 榴年不是什么好家伙 所以判断你每年的状态 就是看榴年走什么运 就是注意什么运 而发生的时间 就是用何克定吉凶来判断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